大家好,我是云鹤 今天我们分享洋宅三药的风水鸡胸 俗话说,洋宅三药煤煮灶,鸡胸霍斧早知道 也可以说洋宅三药就决定了一个家宅风水的好坏鸡胸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这个煤 这个煤它是一个洋宅的关键所在 是一个拿起口 猪呢,是猪这个财运事业的旺衰 至于这个洋宅门呢,它很关键 在洋宅里边,这个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一家人,他的朝夕出路都要从这个洋宅门 就像一个人的口,嘴巴和咽喉是一样的 不能有丝毫的这个差错 切记呢,低癌,灰暗 这样的话,农业遭这个劳逸之呆 如果这个门外呢,有这个五角重设 或者是呢,这个火口煞,道路重设 这些呢,都是对这个家人 尤其是呢,这个气儿啊,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尤其是呢,这个,这个路呢,直冲 这个门的这个中线 那么更是这样 所以这个门呢,要求宽敞明亮 而且门外呢,大路或者西水呢,环抱 啊,成一个环抱的格局 这样的话呢,就主啊,定财连望 那么二年呢,都比较有出息 如果这个,这个门的门像啊 这个不对 那么也直接影响这个宅运 所以这个开门啊,很重要 按照悬空风水讲呢 要按照这个坐像和门外的 这个青龙白虎,主球玄武啊 这个,具体的格局 来呢,选择这个门像 这个门像立对了 楼房里边的话,一个门像 住一家的宅运 那么一个单元的楼 那么它的门 到底是在,这个开的是这门 还是一个呢,这个立门 还是一个呢,快门 那么都会决定啊 整个楼里边 单元里边人的呢,这个运势 所以啊,这个门如果呢,开好了 它呢,就能够去台 就能够忘运 如果这个门呢 它呢,开了一个衰方 那么就影响啊 这个家载的这个运势 第二呢,是我们呀 看这个主 那么这个主呢 主要是指呢 这个居住之所 也就是呢,卧室 它表示本人的啊 运势鸡胸啊 那么主和门呢 它要,要求呢 要相生啊 生和 不可能相克 所落主位的心呢 要与功相生 不可相克 相生自己 反之则凶 所以啊,这个 卧室呢 它的这个功位啊 很重要 三是灶 灶呢 是一个饮食之所 我们知道啊 这个厨房啊 也是一个财库啊 主要是呢 住这个人的身体 受康安宁 那么厨房呢 我们不能说是 这个 冲着这个门 路口门要冲着这个厨房啊 开门建造 太不消 对吧 有这个俗语 所以它的这个功位 也很重要 而且呢 这个厨房里边的 风水布局 也直接影响的 一个家丁的兴旺 和这个财运的好坏 所以啊 我们这个 来看这个厨房的时候 一定要呢 这个要看 它的具体的 这个落点 是在什么样的功位 那么与这个 心呢 还有相生 不能那相克 另外呢 与这个门 也不能相克 所以啊 我们要再看这个 一个家庭 洋宅风水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 那个路口门 要看大门 其次呢 我们再看 这个卧室和这个厨房 这个灶台啊 到底是按在什么地方 有的人呢 这个灶台 按在窗户下面 那么呢 也是倒是财富流失 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呢 我们在看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这个 三个关键的点啊 首先要把握入 其次呢 我们再按照 这个礼器 行软等等 这个究童分心 来进行呢 具体的这个查看 因此 一个家居风水的好坏啊 除了行软礼器之外 就是要看洋宅三要 可以说 三要基本上 就能确定 一所防窄 是旺窄 还是呢 衰窄 所以在风水运用中呢 必须认真意对待 才能协调次场 和谐气场 往财往运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有风水方面困惑的朋友 欢迎私心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